空了有一层环电离层 它会随着日光的强弱发生变化 与地球的表面刚好就形成一个空腔共振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共振器就好像是一个微波炉一样 电磁波以7.83赫兹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话 它就能够在这个空腔里面通过一个共振 从而传播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消散 也就是说能量不会减少 就像是在地球上有一点叫A点 这个A点有了一个7.83赫兹的电磁波 就能够绕着地球环一圈 其他频率的电磁波都会在传播的过程中慢慢的削弱 最后就不见了 只有这种频率的电磁波可以绕地球环游一圈 而且这种能量的减幅是非常小的 所以地球上充斥着很多这种输慢波 这就是频率处于7.83赫兹的能量 这样的能量可以在地球上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能量应该就是特斯拉所描述的宇宙能量 也就是所谓的免费能源 只要再建立一座大型的特斯拉线圈 纵使接收的电容数量不断地增加 也绝对不会影响线圈所供应的电力的输出量 因此缘故 就算同时使用大量的电容器作为接收器 也不会降低特斯拉线圈所发出的电力 也就是说 只要该线圈输出是600瓦的电力 方圆35英里以内 所有的接收电容器都可以接收到600瓦的电力 就算在这35英里内增加到1万个或100万个接收电容器 都可以接收到空气中的600瓦的电力 这种高频电流可以由空气远距离的无线传电 达至另一个接收器 并对人体绝无不良影响 特斯拉当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上 就曾展示过 经由特斯拉线圈输出的高频电流 经过自己的身体 而使一颗无线的灯泡发亮的绝技 它将5060赫兹的交流电脑 转化为高频的电流 然后即使经流人体也不会导致出现电走的情况 后人从理论上就完全证实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不但不会对生态造成影响 也不会甘愿无线电的通信 这就是特斯拉线圈与一般免费能源发明之分别 比如只要在城市的数个位置上建设了特斯拉线圈 整个城市的每一处地方 既可以享受免费的电力生活 我们所有的交通工具 手机 电脑 电梯 日光灯 冰箱 电视 冷气等等 都可以使用免费的电力 特斯拉线圈也能够运用在无人机的使用上 目前华盛顿大学的一名电脑科学家 乔舒亚史密斯 试图就解决了包括无人机 地面机器人在内的自动化产品的充电难题 他希望能够抛弃掉物理的连接方式 当机器人或无人机电量低的时候 只要在靠近充电设备 半米或一米左右的范围内 即可完成充电补给 书曼共振的是德国的物理学家